可以买的熏姬哦? 没有熏姬? 我是认真的 我很会花钱的 你相信我 熏姬来了 今期浪费年假 所以我们邀请了办公室 另外一位墨学家一起来刷屏 究竟在节目中 阿墨墨扯着买的三样东西 是不是这么好吃? 我配拥有一只熏姬吗? 我有买当年的新趴上 除了熏姬 还有蛋黄肉松味的青豚 还有奶皮子 三件套我都买齐了 事不宜迟 刷它 这个是内蒙古自治区的 非墨质墨爆来产 中国三大名鸡 卓姬山分鸡 试试 900克一只 究竟它值不值得 我们花$79 还要等4天去吃它呢? 我们说多人口 一吃就知道鸡是否漂亮 哇 好大一只 烟酸味 烟酸味 上手上手 它说是可以开袋即食 还有加热后再吃 那我试个翅膀 好好吃啊 真的吗 冬的都这么好吃 热的就得了 它有一个腌肉的感觉 嗯 夹到 挺香 越嚼越香 哇 它的腌芬真是 好浓 广东人没吃过的腌芬味 好入味 但是它的肉有点浓 不用怎么熬 一明它就有点化了 味道是好吃 但是肉质不够紧实 嚼了几次 那个味道越来越香 感觉是一道很好的下酒菜 嗯 多少钱呢 出十九元 那真的值得吃啊 好大一只 两个人肯定吃不完啊 一加四口的大生 别人都不是两个人吃的 开梯所有人安排了第二片链 午饭晚饭 要不要试一下加热它吃呢 试一下 哇 这么快我们的鸡就叮好了 刚才我们结合了一下 我们觉得这个鸡是配筋味的鸡 在烟肉的味道 口感也很像 而且它胸口吃会很咸 难怪它们吃完不太烫 一定要配一些主食 才没那么咸 没那么腌 加热之后好吃点 好热 我觉得多吃两口有点腌 还是要找东西缝 不然真的有点太咸 拿去煲汤 溶一溶 鸡骨拿去煲汤 你别说我这个鸡骨 如果拿去煲粥 应该会咸骨粥的味道 咸骨粥 正啊 正 咸鸡骨粥 吃了点咸的 可能吃点甜的 收到 但是它买的 青团不是我爱吃的 我最喜欢吃的是 咸淡黄又松口味 我第一口咬下去是豆沙味的 对 我怕买错 就都买了 如果不好吃会被我骂死的好吗 看看哪一只好吃 是不是有它说得这么全神 咸淡非常好买给我的 对对对 我们有一个物楼 要顺风 $38.9两盒 一盒是有四只 试一下 咸淡黄露松味的青团 我都是第一次吃的 好像有些糯米糍 糯米糍版的月饼 它里面的馅真的好像月饼馅 其实这个味道不错 是挺好吃的 它的配料表有 鸡肉 猪肉 嗯嗯 鸡和猪做的 鸡肉松 保质其实30天 事不宜遲 试一下豆沙味 豆沙青团 吃下去是不是真的不开心 感觉这几个吃下去都挺顶土的 就是一人发两个 现在都不用吃东西了 它又不重 其实还可以 我觉得这个味道会合理一点 这个是广东人喜欢的 不是很甜 它和豆沙不腻 不会特别甜 它的口味比这个要清新一点 你个人偏向哪个口味 这个好吃 我都是 广东人会偏向这个红豆沙 很好吃一点 违背了我的初心 我都以为它会很惊艳 但是没用了 买完都是错 我还想吃一个奶皮子 你能给我买一个吗 不行 有这就没有那个熏鸡 熏鸡是大家吃的 奶皮子是满足我的 你想要的太多 还好我宠你 奶皮子买了 我特意买是 耐蒙发货的 应该够正宗的吧 我带了一口 其实怎么吃的呢 我看网上正确的吃法 它是用来浸牛奶 或者浸奶茶 浸完了 然后一起搅拌来吃 闻起身好像酸奶的味道 闻起身有点发酵味 好像那些奶片的糖 那种味道 奶味很浓 奶味的饼干 是我没觉到问题吗 我为什么吃的有点酸 有点酸 发酵的味道 但它不是臭 芝士 芝士饼里面那种 他们说这是蒙古人自己的姿势 不如试一下浸牛奶 好干的 不是开玩笑 他搭上一个孙姿 跟着上火两件汤 他搭上那个孙姿 我知道我的脖子在这里伸到内蒙 我录完都错了 我们浸奶 这么快就准备了奶 我吃完之后喝这个奶 觉得它是酸的 为什么 怎么要吃 你确定是这样放进去吃的 不是那些牛一牛泡一泡 不是啊 应该就是这样放进去浸 我看他们也是用羹的吃 这吃法好像那种磨 泡磨泡磨 浸给了奶油 有内蒙古的观众告诉我们这个要泡多久吗 嗯 嗯 硬硬的 感觉它没有被泡开 嗯 咬口不好的人要去买那种湿奶皮子 我们买的是干的 感觉这个都是会蓋颈的 嗯 嗯啊嗯 嗯 我不太吃得惯这种东西 不知道是不是我们打开的方式不适合 但是这种口感 这种味道 都不是我喜欢的 本期最佳的我都是那个青框 是 红豆沙味 好吃好吃 本期吃得很开心 希望下次还有机会 一起来点评 如果大家喜欢看我们的视频 欢迎在下面留言 点赞 让我们知道 记得点赞和转发 有什么 Ин赞 这个转发